茶叶 除了拿来泡茶 还能有什么神奇的作用 什么茶 从唐朝开始 在长达一千多年里 都是供茶 这翻转藤楼的茶剂 又是从何而来呢 苏油茶中的茶 究竟是哪一种茶 不起眼的包装 为什么一千多年经久不衰 什么鱼 看似有鱼鳞的包裹 实际上只是一张鱼皮 科技院 马上为您讲述 欢迎来到科技院 让我们共同感受 农业科技的魅力 说起茶咱们都知道 咱中国是茶的发源地 中国人饮茶 也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 今天要跟您说的 这第一种茶 产自于四川省的 蒙顶山脚下 这儿的茶 人们不仅仅是拿来喝的 它还有一个神奇的作用 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这儿有个风俗习惯 就是小孩刚出生的时候 都会用茶叶水给他洗澡 然后可以预防肺子 还有红屁股 茶叶中的茶多酚 有杀菌消炎的功效 蒙顶山人用茶叶水 给小孩洗澡的习惯 与当地出产的蒙顶山茶 有密切关系 茶多酚是所有茶叶中 都含有的物质 那么蒙顶山茶和其他茶叶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可以用它给婴儿洗澡呢 蒙山茶的茶性 它属于瘟性茶 蒙顶山茶茶性属瘟 明代著名医学家李时珍 在他的《本草纲目》中 就有一处这样的记载 蒸茶性冷 为亚洲蒙山出折 温而主屈吉 大部分茶叶都是良性的 李时珍在尝遍百草之后 发现蒙顶山的茶叶 是温性的 用良性茶给小孩洗澡的时候 虽然水温是热的 但是性寒的茶叶 仍然会伤害婴儿的皮肤 蒙顶山茶就不一样了 它生性温和 还含有丰富的氨基酸等营养物质 不但可以杀菌消炎 还可以滋润皮肤 防止冬天的皮肤干裂 蒙顶山茶因其温性的特质 大部分体质的人一年四季 都适合喝这种茶 可以暖胃养生 蒙顶山茶是温性 温性茶 它对身体没有坏处 它只有好处 正是由于蒙顶山茶的温性特征 使它成为了供茶 从唐朝开始进贡皇室 一直持续至清代末年 连续五个朝代 长达一千一百六十九年 从未间断供应 堪称中国供茶史上的奇迹 中国是茶叶大国 古代的皇帝 什么茶都能喝得到 蒙顶山茶能够不间断地成为供茶 它姓温的特点可是功不可没 蒙顶山茶除了独特的温性特征 它生长的地方也非常不一般 我们一直在说高山雨物出好茶 因为茶树是喜阴喜湿作物 水是光合作用的必配元素 充沛的雨水 能让茶树的光合作用更加充分 形成更多的油利氨基酸 油利氨基酸对茶叶风味起决定性作用 含量越高 茶叶的口感就越鲜 酱水比较丰富的地方 一般茶的内汗成分 鲜爽度的五脂 油利氨基酸基酸比较多的 蒙顶山位于北纬30度的雅安市 雅安市雨城 这里常年云雾缭绕 阴雨绵绵 一年365天 平均有225天都在下雨 全年降水量在1600毫米以上 这里没有直射的太阳强光 漫射光可以抑制茶叶中的 儿茶素 咖啡碱等苦涩味物质的形成 因为我们这个雨水多 阴天比较多 日照比较低一些 茶素在生长代谢过程当中 碳水化合物 以苦涩味物质的积累呢 它就要低一些 所以它就没有那样苦涩 以鲜为主 茶叶就适合生长在雨雾蒙蒙的地方 不需要强光的照射 蒙顶山茶恰好就生长在这样优越的环境里 蒙顶山 它这个位置处于这个四川盆地的 这个西部的盆地上 西部主要是连接青藏高原 东部是连接成都平原 东部的这个热空气 或青藏高原的冷空气 相会在蒙顶山 形成这个封面雨 蒙顶山特殊的地理位置 让这个地方受封面雨的影响 常年雨量充沛 好像就是一个为茶而生的地方 再加上是历代供茶 制作工艺十分烤静 茶叶不但外形精美 冲泡出的茶汤也是明亮诱人 蒙顶山不但出好茶 这茶文化的起源 也是来自于这里 据文字记载和史记佐证 公元前五十三年 亚安人吴礼珍在蒙顶山 种下七棵茶树 开启了人工植茶的鲜河 他在蒙顶山种下的七棵茶树 也被建石柱圈定为黄茶园 而蒙顶山也因此被称之为 世界茶之园 正是由于蒙顶山茶 独特的品质和文化起源 在这里还形成了一种 流行于整个四川的茶道 这是独有的蒙顶山茶道 龙行十八市 是北宋僧人结合当地茶禅文化 融合武术动作 挖掘整理形成的十八种珍水的方法 我们茶几的特点是动静结合 它是帮我们四川传统的长嘴符 和我们蒙顶山茶的茶品 融入武术的元素 使它这个茶几的话 具有动静结合的特点 茶几师手持一米多的长嘴铜壶 配上七十到八十摄氏度的适宜水温 翻转腾挪 将水注入杯盏之中 湖中的水流从高处冲下 杯中的茶叶通过水流的高压冲击 迅速的舒展 里面的营养物质也更加容易溢出 这蒙顶山的十八般茶道武艺 看似是一种表演 给我们以美的享受 其实它是文化与科学的结合 长嘴铜壶中的细水长流 能让茶叶的风味更好地被冲泡出来 亚安是四川盆地往青藏高原的过渡地带 这个特殊的地域环境 还孕育了另外一种茶类 藏茶 是这个民族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我们所在的安多地区的藏族人 早上起来他就要熬一壶藏茶 从早喝到晚 他就像生活中的一种饮品一样 不可缺少的 已经形成习惯了 藏茶是以消费区域来划分的一种茶类 是西藏人民饮用的茶 一日无茶则治 三日无茶则病 说的就是藏族人民对藏茶的依赖 同样是茶 为什么藏茶就那么重要 藏族人民非和他不可呢 主要是牛肉羊肉 高脂肪的东西 它这种是膳食结构 它不利于消化 所以在古代在很多年以前 就有一种说法 腥肉之丝非茶不消 清阔之热非茶不解 在西藏的高原地区 生态环境恶劣 高海拔气温低 水果和蔬菜比较稀少 藏族人民吃的都是牛羊肉等高热量食物 西藏人民常饮藏茶 是为了帮助他们饮食消化 藏茶对消化作用非常强的 它的分解 对油脂的分解能力是非常强的 藏茶有这么强的溶解油脂的能力 是因为它含有一种丰富的表面活性剂 茶造素 因为我们的藏茶所用的原料 和绿茶是不一样的 基本上都要这种 有一定成熟度的原料 制作藏茶所用的原材料 是生长期为六个月以上的成熟度比较高的叶片 这种原料在土壤中生长的周期较长 光合作用充分 所以茶叶中茶造素的积累也就比较多 它溶解油脂的能力就很强 正是因为藏茶有这个特点 藏族人民巧妙地将它和酥油 结合在一起做成可口的酥油茶 酥油茶就是把酥油和藏茶结合起来 酥油茶由三种必不可少的原料组成 酥油 盐和茶水 用特制的木桶不停地搅拌 让它们充分地融合在一起 酥油是非常顽固的东西 一般的茶水是无法让酥油溶解的 只有藏茶才能够让酥油有效溶解 充分溶解而成为一杯可口的酥油茶 酥油是从牦牛奶里面提炼出的上面那一层油脂 这里的牦牛成群结队 每天产奶的量也很大 他们每年要产很多牛奶 那产很多油他们没法保存 比如一天出产两三百斤你就没法保存 智慧的让民族他们采取什么办法 采取的是分离法 就是分解成水 奶 油三部分 通过强烈的搅拌以后 奶就分解成三部分 上面的是油 中间的是奶 下面的是水 那么水倒掉 奶把它晒干 油 凝固起来 发明的是酥油茶 藏茶属于黑茶类 是后发酵茶 茶叶粗制好以后 要把它堆放起来至少三个月时间 它在空气中继续和氧气发生作用 持续的后发酵 这也是藏茶的制作中 必须经过的一道特殊工序 我堆 黑茶它最关键的工艺是焖堆 我们叫做我堆 就是把茶叶堆积在那个地方数十天 让它后发酵 在这个过程当中 物质进一步的深刻的转化 于是形成了藏茶的内含特征成分 茶叶堆积的时间越长 内含成分转化的越多 茶叶的品质就越好 为了方便藏茶的后发酵 它还有一个让人大开眼界的地方 就是它的包装 竹面 藏茶用竹面包装 已经有一千多年历史了 看上去其貌不扬的竹面 这么经久不衰 到底是为什么呢 这样的包装它通风 有利于茶叶在里边的后发酵 它跟空气氧化发生作用 还可以持续的发酵 藏茶是发酵茶 没有存储时间限制 便于收藏 与其他茶叶和新茶的习惯不同 藏茶比较适合喝陈茶 存放的时间越久 茶叶越纯越香 它用这种包装 非常环保 非常可学 它经过充分的后发酵 它转化以后 形成了对人体有益的 各种主分 更多 更好 所以这个茶叶 放上四年八年 它喝起来最好 藏茶用竹面包装的特殊 还在于 它的形状 是条形 过去没有车辆公路 只能靠背夫和马邦 把藏茶背到藏族里去 这种条形的包装 有利于背夫和马邦的运输 这条运输茶叶的道路 被后人称为 茶马古道 我们这里早期产的茶 藏区喝 运到藏区的它和我们这里喝的没有区别的 我们这里茶在运到藏区的过程当中 时间很长 到运到他们那里销售 消费它还有个时间 这个茶呢 它慢慢慢慢就发生品质变化 藏区喝惯了 结束了我们这里发生变化 茶之后 他们就要求我们产区要生产 他们需要的这个产品 于是就产生藏茶这个茶类 现在交通便利了 我们不再用茶马古道来运输茶叶了 但是仍然保留这种包装 以及传统的制作工艺 在雅安 独特的可不仅仅只有茶叶 这里还有一种雅鱼 十分珍贵 是四川省二级保护鱼类 雅安的三雅文化 便是雅语 雅女 和雅鱼 这一种鱼 能成为一个地方的地域文化标志 那可是不一般 雅鱼 雅鱼原产于青衣江周公河一带 因为它喜欢生活在洞穴中 所以又名丙穴鱼 说起雅鱼的特别 不得不提起它身体的一个部位 鱼鳞 雅鱼它这个鱼鳞它是比较细小 和普通的鱼不一样 这雅鱼的鱼鳞除了看上去比较细小之外 其他的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的 它到底是哪不一样了呢 而雅鱼的鳞啊 这个看着好像是有 但是这个 它跟鱼的皮是连为一个整体 雅鱼的鱼鳞细小 肉眼可以看到 但是摸起来 却感觉不到鱼鳞的存在 它和鱼皮连在一起 在鱼皮上形成了一个鱼鳞的纹路 吃的时候它是刮不下来的 而且也没办法刮 许多鱼类 鱼鳞都是在体表 大且坚硬 而雅鱼的鱼鳞就长在鱼皮上 外面有一层薄膜把它给保护起来 雅鱼的鱼鳞这么特殊 到底是为什么呢 雅鱼它的一个生活习性 或者生活的环境 是有关系的 雅鱼对水流的要求比较高 只有在水流比较湍急的地方 才能够生存 雅鱼的鱼鳞这么细小 就是因为它在这么湍急的水流中游动 速度非常快 如果鱼鳞比较大 或者在体表的话 就可能在游动过程中 和其他杂草树枝碰撞 把鱼鳞划破 这样对它的生存是不利的 这个鱼鳞细小又在体表之下 那么可能是为了生存这个环境 那么长期那么进化而来的 正是因为雅鱼的鱼鳞在表皮 鲜小细嫩 水中的污染物可以直接和鱼的表皮接触 才导致雅鱼对外界水质环境的敏感 所以雅鱼对水质的要求是很高的 人工养殖雅鱼必须完全模拟原生态的环境 尤其是对水质的控制 这里是雅安市庐山县的雅鱼养殖基地 远离市区周边环境安静 没有工面污染 人为干扰比较少 这里人工养殖雅鱼引入的都是二郎山和嘉金山的雪水 水温低 水质清澈透明 充分满足雅鱼对于水质的要求 雅鱼还爱冲浪 水从高处不断地向下跌落 能够增加水中的溶氧量 养殖场中的鱼池有一定的落差 就是为了满足雅鱼爱冲浪的喜好 雅鱼是冷水鱼生长周期慢 三四年才能够长一筋 再加上它活蹦乱跳的性格特点 使它的肌肉组织得到了充分的锻炼 所以我们吃的鱼肉也极其鲜滑可口 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 是一种高蛋白低脂肪的食物 雅� 环境优美 雅鲜环境优美 历史悠久 特有的气候环境和文化底蕴 成就了它独有的农副产品 茶叶和雅鱼 都是由雅鲜地域特色的典型代表 好了 如果您想获得今天节目的相关信息 你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连续方式获取 感谢您的关注 咱们下期节目 再见 为什么大半夜的要给鸡礼发 为什么好品种的鸡 被它养的肉煮都煮不烂 为什么有人摘鲤带着果饼 有人却把果饼留在树上 为什么人家种梨树都稀罕好果子 有人却偏偏把烂果子当宝贝 科技院下期讲述